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交通便利斯文巴達 這在台北市的大同區 看起來這個是新房子 這一間中古屋 感覺就是高架橋旁邊啊 有什麼問題呢? 大同區 我們這邊大同區的網友比較少 因為很少人問大同區 可是大同區這一個地方 這個橋旁邊是什麼? 這是台北市最有名的瀑布啊 機車瀑布 享譽台北國際的地方 就在大同區的台北橋旁邊 每天早上看到機車瀑布 這樣子奔直而下來 在你家窗戶旁邊 好房話 快加入聰明買好房 好 我們再看完這個 那你家住樓住這邊的話呢 空氣污染這邊非常的恐怖 你打算得癌症嗎? 住家裡就得癌症了 有view沒有錯啊 開闊視野沒有錯 吵死也沒錯啊 可是呢 你家旁邊的飛機 那個廢氣非常的恐怖 一定會得癌症 有沒有 沒辦法 千萬不要羨慕人家 再來 新竹第一易造勢路口 在光明六路跟縣鎮路 一年有69件以上的交通事故 也不要住在看起來 你看這馬路很寬敞 超寬敞的對不對 沒事 這邊還有一個公告 這邊是 你們可以去查 哪裡是易造勢路口 這個路口 一年有69件造勢案件 對撞啦 摔車啦 碰撞 所以如果你住這邊 動不動就是 噗噗噗 啊對啊 都會這樣想 有沒有 啊啊啊啊 煞車 這不是開玩笑 你看 一天365天 大概有 每六天就可以聽到一次這樣的聲音 你會不會心驚啊 嚇死了好不好 你根本就沒辦法睡覺 六天就來一次 就在這個路口 太恐怖了 所以能避開這個 這個也不是第一次喔 這一段時間喔 所以這些交通容易發生事故的路口 你最好都要避開 最好都要避開 好 好 好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